好,有沒有老師你要先看一下 我們先玩一下,這個的話呢 大致上是長相,我裡面呢 有幾個東西,就是這裡我是用兩個開發板 因為它一個放上面,一個放下面 因為兩個距離比較遠嘛,所以我用兩個會比較方便 那這上面呢有什麼東西 第一個就是有LED點矩陣 那我昨天有再加上一個風雲器 那麼上面這裡的溫濕度我把它拿到下面來 就是你現在現場看到的 拿到下面來,那我在這邊 我進到這個裡面去好了 進到這邊 好,有沒有發現我這裡還有一個喇叭 因為我上面有些MP SoundCloud 但是那個不在我們今天的範圍裡面 飲料也要超過600塊 哈哈哈哈 就是在這裡有沒有一個喇叭 這個比較大一點點 那這個當然你把它當風雲器也可以用 只是我們這裡有一個MP SoundCloud 所以它有那個記憶卡 那上面這裡有一顆燈 這裡有一顆燈,LED燈這樣子 那這樣您大概就了解意思了齁 所以呢,我有幾個功能 我放在我們簡報的29月這裡 有沒有哪位老師要幫我掃瞭一下 有沒有 好,我只有設定單一個人可以使用了齁 多個人的時候呢 欸不然 進來到底,你說要開燈到底誰要開 哈哈哈哈 只有一顆喔 你進去之後呢 它會 對阿,遙控器 對對對,就會有這個遙控器有沒有 對 嘿,那你稍等一下下 它會講話 有嗎 那個 那個 蘋果是不可以用的 喔 對對對 蘋果不要來 哈哈哈哈 蘋果講話好像不行 換別 有嗎 不然這樣好的 我自己執勤一下 哈哈 來來來來 我從我這邊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雙開發板的 好,我這邊我就來執勤一下啦 好,我這邊我就來執勤一下啦 那如果你用手機掃瞄就是看到這個遙控器齁 那我現在先執勤 那我現在先執勤 欸,有嗎 我偷看 欸,有 有啦齁 有 再 拿過來這邊 讓大家在前面都看得到 你加 沒關係,沒關係 好 轉個方向 在這裡 這樣 在這裡這樣就有了對不對 那 你剛 聽到 那我這邊呢 我按一下這個 開燈5秒後 自動關燈 唉唷 燈沒有亮 關燈 好 燈沒有亮耶 開燈5秒後 自動關燈 對 這表示可能我剛剛在移動的時候有動到的 這裡 這裡有動到的齁 沒關係 沒關係 我重新執行一下 沒有顯示 沒有顯示 沒有看到 好吧 糟糕 他不想讓你看 還好我都有錄影 呵呵呵 呵呵呵 開燈 這樣可以啦齁 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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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我們用MP3 Player 你就可以就是有那個 就是像一般的音樂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透過溫度濕度 是不是可以偵測現場的 對不對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 你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讀取 就是那個氣象底的資料 這個就是讀取即時的 就是氣象底的資料 直接讀進來 所以如果你不要用溫度濕度也沒關係啊 我可以讀氣象資訊 好 好 好 這樣大 大致上OK吧 嘿 就是像這樣子齁 所以其實 我們可以像這樣去玩一下 那麼 整個程式 就是 在這邊 在那個簡報的下面這裡 簡報的就是註解 這個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這樣大致上了解了 好 那我們呢 就準備來動手 先DIY把房子做起來